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多謝大家星期五的晚上過來 排隊久不久? 不久,直上不用排的 我很擔心,因為整個書展可能過百萬人 很多朋友說來書展很擔心會否排一小時才能進來 我會很對不起你們,不辛苦進來捧場 所以,幸好你們不用這麼排 今年大會的通道安排都算不錯 我是Celia,其實你們不要進錯場 我是Celian,嗨! 我的Best Friend和她的幾個寶貝女來了 全場在看著你們 好多謝大家,我是Celia 今天很特別,今天的版本邀請了四個 認識了好幾年的朋友 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幾一年 最特別的是,我每次見到他們都不見得人 不見得光,因為我們躲在一間房間 今次見光了,因為見了你們 我要再說一次,排名不分先後 阿星 阿星,歐海星 她的名字很特別 英文叫Gas,中文叫劉蓮 劉蓮 還有,今天很好 其實她有點身體抱怨不舒服 但都趕過來幫忙 Tarick 張健豪 還有,一看就知道她不知道 夠不夠十八歲,拿個身份證來 年輕人 Ceno 成二或者成三 每個人有一個咪,你可以拿咪 今天的題目是 今年的書展主題是旅遊 所以這個題目是非常輕鬆 所以在座的朋友完全沒有壓力去聽 你聽聽一下覺得累,可以起身,跳舞 沒有什麼問題 他們就問我有沒有稿 我沒有,free check 所以其實我今天很開心 因為請到四位來 其實他們就是香港電台的旅遊樂園 四位台主持 每一次我們不見得光 就是因為我們都要入錄音室 大家通常都是… 直播室 不是錄音室 直播 我們是Live的 所以如果我即場有空 他們就不聘請我 就會聘請另一個嘉賓 但每一次都是Live 這次就很特別了 這次是呈傷了四位來到現場 我們真的做一個旅遊樂園的… 都是Live的 是的 現場版Live 大家可以看到真人 一會兒你們不是想拿我簽名 想拿他們簽名也可以 OK 那我再說回今天的題目 是我看寫攝影 其實我都會有些不同的分享 想… 嘩,很多朋友趕過來 多謝你們 所以如果一會兒 我們談談一下 你們有些問題想問 例如他們問 會不會Live一下 接著有人在電話 Celia會不會說不到話 你們就開出新聞 你們也是 想到什麼就隨便說了 那我呢 就給你們一點點東西看 那就… 為免大家其實不知道我是誰 那我就大概用一個小時 就30分鐘介紹我自己 就給5分鐘他們說自己的東西 接著就有2分鐘說完我半書 接著就離開了 OK 好 那我看回了 那看到旅遊樂園 其實我在不同的場合會出現的 那譬如香港書展 旅遊展 那在電台 那我和旅遊樂園都很多淵源 有多少淵源呢 一會兒你會看到 不如認識這一層那盞燈 可以嗎 第一層 他們一會兒看照片會漂亮一點 但不要關掉 不然會睡了 是的 你可以加插嘴 當然可以 認不認得這幅在哪裡 我忘記了 忘記了 在直播室 有Ceno 有Taric 有Gassi 有我 早期一點點 是的 早期一點點 早期一點點 就是這麼早期 不如一會兒看了年份 看到樣子不同 對 認識第一層就可以了 因為剛才試過 會看照片漂亮一點的 麻煩你 你真的認識了一點點 OK 試一試 可以 好嗎 OK 大約還沒睡著 覺得想睡著就舉手 我下來撕一撕你的臉珠 OK 好 我會在不同的媒體出現 所以可能大家都會有機會聽過我親身做 分享會 在電台 很多時候跟他們聊 繼續訪問 另外也會在張雜誌 我會有寫書的 要講一講 這本書看到嗎 這本書 剛剛書展出生的 一會兒走 每人要來 你會拿這本書 放下錢 好害怕他們 馬上好害怕 其實我都會 近年來都會多了很多的 另外一些活動 就是和旅遊社的合作 就會帶不同的朋友去外地 我會和他們分享旅遊和攝影 其實在座 我們這五個都是發瘋去旅行的人 都是很喜歡去旅行 是嗎 當然 不然會發瘋 不然會是朋友 對 這是我們共同的語言 你問一下他們一年有多少日是上班 我們很多 我們很勤力 我們真的做自己的假期去旅遊 他們是不會坐下 放假 不會在香港 我上次見阿仙奴去了一年 所以現在就留在香港 因為要還債 沒錯 好 其實我也做過一些特別的攝影展覽 三年前做的三極 很多朋友問我三極是什麼 就是南極、北極圈和西藏高原 然後去年就做了一個跟南美洲有關的 南美四國的展覽 就是阿根廷、智利、秘魯和玻利維亞 我今年出的一本新書 即現在四位嘉賓都拿了一本 其實就是雙天、秘魯和玻利維亞 那我想先看 你幾個是 阿仙奴一定去了 阿仙奴 Taric 未去 阿仙奴去了 Taric 去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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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四分三 哪四分三 請問 他說雙天 雙天兩個去了一半 雙天去了一個 一個天 是 去了天空之城 未去天空之鏡 對 仙奴呢 我兩個都去過兩次 嘩 真是 買一買看 幸好我兩個都去過兩次 哈哈 打平 打平 琉璃和阿星 我去了一個半 一個半 一個半是因為那時候 天空之鏡 只是看鹽湖 沒有看到天空之鏡 所以就 一個半 我聽前輩說 以前天空之鏡未流行 前輩就是阿海星 前輩就是我地輩 這七八年才知道 流行這個名字 是天空之鏡 是啊 七年八年左右 我想問在座 有沒有人去了天空之鏡 不知道 還有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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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書 看了就當去了 可以嗎 當然可以 為何要寫書 就是原因 待會再說 南美 放心 這個就是我去年 攝影展的時候 南美四國 就做了一個很大型的 Opening Party 也很開心 當時就有很多朋友 來看了這個展覽 在座 也有很多朋友 當時有來的 很開心 因為其實 剛才我來之前 莫法局也做了一個 簡短的訪問 問我做寫攝人 和做純粹的文字 就是作家 或者是攝影人 或者攝影師 有什麼分別 一會兒問一下你們的感覺 好了 這裡就是 你們會看到 每年都有一些不同的比賽 這是今年一年一度的 Canon 有一個攝影馬拉蟲 我會做評判 今年10月8日 所以 如果在座的朋友 都喜歡拍照 如果想參與這個 很特別的活動 很鼓勵你們參加 但你不用告訴我 哪個名字 因為我不會加分 因為我們是很公平公正的 所以其實 拍照是一個很特別的過程 讓我們知道 要讓你們看到 其中一個評判 好了 看看 今年就是 旅遊做主題 書展 有九個 很多是前輩級的作者 我很明顯就是其中一個 今年就很開心 所以在這裡 可以邀請他們四位 我想他們四個 應該看過的旅遊典食 都應該是 嵐山那麼多 是嗎 我們是有準備的 嘩 嘩 怎麼說來聽聽 有準備 這麼快出招 不要 我們給你一些驚喜 OK 一人說跟你冤緣 說你跟他冤緣的時候 先說 嘩 OK 是不是我們幼稚園已經認識 那些 那還未 你剛才說認識幾年 我數了 應該不止幾 是雙位數字 嘩 等一下 先去後台說說話 OK 那 我又說說 除了今天這一場之外 我明天還有兩場的 明天下午的兩點半到四點 我會說南美洲 專門說南美雙天的 然後明天就會是七至八 就會在出版社萬里那裡 也會有一個很近距離 不是我在台上 你們坐下 是我們一起站著 沒得坐 去聊天 就會是另外一個分享 所以這兩天的時間都挺好 希望可以多一些朋友去分享到 就是關於去旅行 關於去南美洲的感覺 好了 看回來了 好緊要了 看看這個 私人城旅遊樂園 現場版 剛才說了 剛剛進來的朋友 我又解釋一下 我是Celia 今天很榮幸 邀請了四個 口才好了得的主持 大家都是很瘋的旅遊 今天他們來到 很開心 他們都很辛苦 因為是放工趕過來 要在廣播裡 今天我們就做Live 剛才Tarick說 我們是現場版 看一看 給你們一些年份 看看認不認得自己 看一看 看一看 嘩 嘩 嘩 我呢 不敢說 是找到最早的一張 但是呢 我找到一個 2012年 左上角 那時候應該就是訪問 有我啦 有我啦 那時候就訪問 西藏的廣 是的 我記得 你那個 對 那我又賣一點點廣告 廣告是免費的 廣告就說 你們離開了這間大房之後 如果你們會走書展 在三樓 這個叫四樓 下一層叫三樓 有一個叫文遊四海的 大的展覽區 那就是有我們那九位被邀請的作者 都會在那裏 就是有自己的珍藏的展覽的 那你見到 左上角 2012年 我擺在頭頂那塊木雕刻 那就是在那裏你會見到 那我去了兩次 其實我去了三次的西藏 加上青藏 那是同一個木雕刻的雕刻師 當時他就和我黑了這一塊 那後來去年他就再黑了一塊大的 大那一塊是布達拉公 大一塊見過沒有? 沒見過吧? 沒見過 沒見過 一會兒結束 我們先去看一看 好嗎? 2012年 然後找到另一張是2014 多人 多一個 多一個 打煲胎的人 多了 我告訴你 這堆相片 2014那一張 的前後連續劇 其實有另一張是拿揮春 很明顯是新年 農曆年 大家穿得紅色 對 紅色 拿揮春的 但這個我們就拿了 當時我帶回來的那些 souvenir 我帶什麼呢? 我應該是在 紐西蘭 紐西蘭 就帶了當地的天文攝影師 拍攝的星空月曆 我記得 記得了吧? 記得 大家看我們的樣貌 有沒有不同? 都很漂亮 樓梨的髮型不同了 都可以 大家看到 現在長了 不是啊 樓梨越來越美麗 樓梨現在跑馬拉松 要努力參加馬拉松 厲害 很厲害 私人差不多 頭髮好像很像 紅了 大家看不見 眼試試看不見是紅色的 其實你們 很開心 我去查記些 姐姐都說 這個頭髮很漂亮 我說是可以的 用我介紹的Stylish 給你們認識 然後就 又上個 15年 阿星 又問我 是的 這個你記不記得我們是 訪問哪裏 當然不記得 不記得 有沒有提示 蘭嶼好像是 是的 是的 辣辣魚 沒錯 還有一些航拍的影片 給我們做Mindy 是的 Tricky的航拍 在哪裡 在那裏 是的 這個 我們拍完 因為我們現在做短片 是的 在那間大房 我們拍完之後 是要拍的 是的 大家看到 你用心看 其實有四張照片 特意選四個背景 給你看的 是的 即是說我們每一次上去的時候 做訪問 做Live 我們都會前後試試找一些位置 當時15年 你們已經開始了 就是每一次訪問嘉賓 都會錄一段短片 是的 都很有心 一四、一三都開始 其實這個都應該在拍的 應該在拍的 應該在拍的 不過不是那個Sense 不是那個Sense 都是那個房間 是的 是的 通常他們很好 他們就有些同事 就是拿個機器來 我們就說好多長時間 你看到右下角 就是2017年 最新 今年 那麼呢 南美雙天 是的 厲害 記得 這個好明顯我放假 沒有我在這裡 我就放假了 是的 即是他們四個 通常就是 三個 三個出現 有一個可以放假 是的 所以你看到會有些不同的組合 我先放假面 好 那為什麼呢 通常我放假 那當然是 咦 我放假了 我就跟流連說 找些朋友 是嗎 要找些很穩陣的 說得很好的 放咪 就是完全可以 很有信心說的 那麼第一個 其中一個 就一定是Celia 是的 謝謝你 所以很多時候 這幾次有事 Celia在這裡 我就不在 哈哈 我原來有原因 所以通常會放假找我 當然也要夾到你的旗 因為你的旗很難夾 沒有這樣的事 每次都是幾個月前夾你的 這幾個月 你眼睛那麼大 不是 是難的 因為Celia經常出旅程 你到處去拍照 你到處去旅行 其實真的比較難一點 其實你們一期都很滿足 是 其實你們一期都很滿足 其實你們一期都很滿足 不是 因為這樣說 旅遊樂園是很嚴謹的 去做現場Live版 所以每一次 他們是預先約嘉賓 因為每個星期都只有一集 因為我們是星期六的四至六 四點到六 所以如果星期六 Celia不在香港 我一旦就錄音 好像就少一點 少一點 那就沒辦法 例如想 第二個 排第二 排第二那個 我以後儘量 那些旅程少於七天 少於六天 我們會等你的 不用怕 我們會等你的 謝謝你 還有Celia很好的 如果她說 OK我答應你 那她就直接之前 她已經預備了資料 很漂亮的照片 給我們製作短片 所以我們應該謝謝你 Celia 謝謝你 是不是有禮物送給我 說到這樣 其實我想是 對我來說 每一次上電台做訪問 我也要謝謝你們 我也要謝謝 讀者和聽眾 我們也要謝謝你 我告訴你 為什麼要謝謝 因為呢 每一次要做訪問 是不是要做準備 就是你怎樣也要想一想 是不是 因為這個過程想 我又要選照片給他們 那我又要看回自己的行程 然後我就有很多回憶回來了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重溫 是啊 真的真的 所以寫書也是 我說真的 寫書很辛苦 但是寫書的過程 是你看回照片 你想回跟你同行的人 你想回當時你遇到的天氣 遇到的人 遇到的故事 令你哭的 令你笑的 全部都是利益在目 那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 理程碑 Celia 我想問一下 你的粉絲 有沒有聽到旅遊樂園的 快點舉一下手 因為你們很靜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到我們 有嗎 也好開心一點 先給大家掌聲 謝謝 太棒了 因為我看到大家沒有反應 我以為糟了 我們四個 可以買一買廣告 如果大家真的不知道 我可以講一講 我們是香港電流第一台 記著第一台 第一台 九月二點六至九月四點八 配方星期六的四至六 我們其實都很歡迎大家打電話 因為我們每個星期五點半開始 就是接電話 當然都有禮物送 所以如果大家 我想在座 也有很多人去旅行 可以支持一下Celia 之餘 也支持一下我們節目 很支持你們的 你看到你們都很喜歡 我說真的 我知道台下 有什麼朋友我認識 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歡你們 說起喜歡 因為我們通常節目 都會放一些照片 上Facebook Celia拍照 每次都喜歡 真的很多 是啊 一定是前三名 是啊 就是我們這麼多嘉賓裏面的前三名 那三個是否就是加上我們 你四個 不是的 我們那些很低的 我們那些不像你那些那麼高的 不是你專業的 通常也是去一些比較少去的地方 所以大部份的聽眾 可能去不到 但看到你的照片都很開心 當然 還有你在一些專業的角度 拍照又漂亮 你是寫攝人 寫又專業 攝又專業 多謝你 那你的照片一定是 你還要選出來給我們 是 是 是 說真的真的用心去選 是啊 大家也可以 說一下我們 說一下我們 星期六 四點自覺點 還要看我們 Facebook裡面的Fanpage 旅遊樂園 裡面每一次我們 有一個相集 有二十多張獎 就是關於那個節目的相片 我也覺得很精彩 我每次做完節目 我自己都不停看 一些嘉賓的相片 還有Terry 記得有一次 通常我們的相集 就是4.4左右 就開始投資 聽眾會看 我們有一次試過Celia 做節目 然後我們計算一下 其實不用一小時 就已經 哇 已經有很多個讚 好厲害 至少超過 二三百 一定有 所以 是很OK的 總之照片很漂亮 多謝你們 所以每次流連都說 Celia 可不可以兩星期幾之前 給一堆照片 我們不用很多 三十張可以了 我們很嚴謹的 我們 不需要很多三十張我會搶給你 一定會選給你 還有你也很快 我記得有一次約你 好像就是 日本那次的相片 你那時候是 還是 日本行山那次 對 行山那次 兩個島 屋九島 那次我也是放假的 我知道 其實你都在 你的工作安排 其實真的很有心思 可以事前給我們 我也很感謝你 不要這麼說 我是感謝你出的照片 其實我也是一個 頗負責任的人 我覺得這樣說 如果我答應了對方 因為我覺得你們很認真地做一個節目 反過來我也很想 將行程的相片 和故事 和有心人分享 這是大家都用心去做好一件事 不是純粹說我工作 你要做一個節目 我要給照片你就算 即是 你想一個化學物出來好玩 出來多人欣賞 所以 就算辛苦一點點 我覺得也是值得 好了 我們互相多謝之後 是的 那說了一個鐘 說一些內容 因為今天的題目 不好意思 我會做主持人 可以了 就叫做Celia成 女樂人主持人 你找我們四個來 其實很難得 我們好像四個在一起 很難得的 每次都只有三個 今天有四個 你們很好福氣 其實不只是我福氣 說回來 不如我們說說 我們跟Celia結完 是怎樣結完 什麼時候 我也忘記了 但這件事 因為這個題目 是Celia成我們 是的 我想四個裡面 是不是阿星最早認識你 阿星最早認識我 一定是 阿惠成 我認識你 我是不是看報紙認識 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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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挺肯定 應該不是個位數字 年份 應該是有 過十年 對 過十年 即是雙數十年上 因為我記得剛才去過你的店 你去過店的年代 有 台下有沒有人知道我開過店 我是一個老闆娘 我知道 我知道 很厲害 我不知道 你說來聽一下 因為新 你最新 你最新的 我去過的 那些不知道 說來聽一下 因為我記得銅鑼灣的上樓店 裡面有很多Celia 在之前行程裡買回來的紀念品 她就在店裡跟大家分享 可以讓大家選擇她的心頭號 對 我上過一次的 你上過一次的 一次 去聽Talk 是不是就是我的店 對 那個位置很好 你的店有開Talk 有 有 我還記得那個Talk 是說伊拉克的 哇 兩個去完伊拉克 我覺得 哇 這麼厲害的 摸上去 就是你的店 你可能很有心 就是 不知道星期六還是星期日 有些時間是搞Talk 把你的店 拔開便 讓人家坐在那裡聽 摸上去 那個位置很好 我記得在銅鑼灣 可以說 Sogo附近 Sogo附近 Sogo對面 好鬼 我想不知道多少錢租 還有一個大窗門 因為看到Sogo 很方便 那些叫做 不是叫唐樓 因為它是走一層樓梯 然後可以搭升降機 是不是叫什麼 叫洋樓 不知道叫什麼 總之我講得出 真的證明我去過 對 Ceno一年亡言 沒有啦 因為我最遲認識你 對 應該是Terek第二個認識 對 可能是你還是我 都差不多 應該差不多 我記得是阿星介紹Cela給我認識 是訪問 是 是 你看到剛才的照片 2012年左右 只有我張建浩 和劉蓮主持 是 那時候已經訪問你 是 那麼 那就到 又再說些話了 好了 說到Celia的見證 除了那次 我上去店 聽說 看一個小店 她去自己旅行的時候 搜索 當地一些很漂亮的紀念品 手信 就放在這裡寄賣 不是寄賣 可能是賣 都是生意仔 對 生意仔 那時候都是歐洲的東西 北歐多 冰島 我記得 是啊 不如開一盞燈 等光一點 光一點 幫我開一盞燈 那次之後 那時候我忘記有沒有做節目 我忘記了 不是 旅遊樂園 但之前 那時候我在舞台的時候 叫做讓我們告訴世界 對 同時是我要走天涯 我要先走天涯 對 你訪問我做我要走天涯 我要走天涯 對 那時候就是 我記得節目裡面跟你聊天 但之前是怎樣認識我 我真的不記得是報紙 我都不記得 找到你 應該不是欠你錢 對 因為那時候做資料搜集 真的都找很多不同的寫作人 或者去很多不同行程的朋友 那時候就看到Celia的行程很特別 而且也做很多跟旅遊有關的事情 那時候就不知道什麼原因 是不是這個原因去你店舖找你 還是怎樣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那時候就 好了 我又接著了 說了做節目 那時候我還沒找到做節目 那時候我準備去秘魯 2011年 準備找秘魯 找一些書 資料 除了英文那本 天書之外 LP之外 大家都知道 中文坊間中文真的很少 但是坊間有一本 就是這本 哇 秘魯武器 所以我專門拿回來的 這本 有多少人見過這本書 應該不是很多人見過 一人見過 你的舊人才有 好厲害 出走秘魯是不是很厲害 香港 據我所知 到現在 如果全本書寫秘魯 還沒有人寫過 是的 那我就 即是一本書一個地方 那時候 所以我真的有秘魯武器 插出來 OK 其實 我通常 應該回來看得多一點 是的 因為回來 我就要準備 上了榴槤的節目 叫做《旅遊樂人》 那時候我不是主持 我是嘉賓 就是講秘魯之旅 OK 那時候我做了行政 在香港電台 你知道那時候看英文書 全部都是英文的名字 不知道怎麼 好厲害 那本書的名字 全部都翻譯了中文 即是我不用想 很好用 很方便 對 還有一些特別的名詞 哇 馬上跑跑跑跑 在想 從中看 哇 Celia寫的東西很詳細 很詳盡 那些照片當然很漂亮 那裡面分享的經驗 當然就是 特別是走過那個 Inca Trail 都很深刻 所以我肯定 全部都沒有一位留在看 哇 太感動了 然後 這就和你見完這本書 那時候我還未 找你做節目 即是未約你嘉賓 好了 對我來說 很重要的是 上完這個訪問 我是嘉賓 上了榴槤 和另一位主持 那個叫做《旅遊宗》 上了節目做嘉賓 之後 沒多久 中生就另有高咒 於是電台說 喂 你先上去頂住 然後 就代做主持 做一下做一下 變成正主持 一直做到現在 應該是六年 六年 所以呢 秘魯 對我來說 秘魯之旅 對我來說 旅遊節目 或者旅遊生涯 對我來說很重要 秘魯就是Celia這本書 對我來說很重要 很有淵源 謝謝 這本書很特別 很特別 眼中無一 我以為這本書 是榴槤借給我 怎知道我今天 揭回去看 原來阿星 最重要是有親不簽名 原來 原來當時不知道 有阿星的親不簽名 還是有Celia 所以這本是前妖不清 在我們這堆人裏面 就是這樣 嘩 好厲害 很驚喜 這本書保持得很好 對 所以我今天看到你這本新的 extended版 即是如果你們 有心機儲一些書 即是日後有什麼 很明顯我摸上 新的那本書 當然精美很多 摸上手 很滑的封面 這本書 已經說了很多年 2009年 2009年 因為我的旅程是2008年去的 對 所以這本書應該是2009年 對 那就是這本 如果大家還沒買 就買新的那本 剛才也問過你 因為九本也斷了板 為何雙風面設計呢 好 借這本書給我 話說 我講講一個故事 都是講15分鐘 很快 不是2分鐘 這本書是怎樣誕生 其實今年年初 我去完南美洲 好 去完就是秘魯和波麗維亞 回來的第二天 收到貿法局書展的電郵 邀請 他就說 斯里亞你好 我們今年的年度主題 會選擇了旅遊 我們就想邀請你當中其中一位作家 去參與這個一年一度的成事 嘩 如果是我 很開心 然後我說 這麼巧 在很快的時間裡 我就跟他們聯絡 然後他們來探望我 他們出來拜訪我 去了工作室 即是我家 然後聊完 就很快聊了 展覽什麼展品 再講一次 在三樓有我的展覽 因為我想說 你們理論上在座的朋友 應該不會無緣無故去我家 所以如果你想看我的珍藏 就比較簡單 就是去三樓去看免費 珍藏其實包括什麼 珍藏包括 遠的南極的 一個 Ernest Sherkerton 打爛過的背 全部練習了 他是一百年前 一個去南極的冒險家 一百年前 他的船冰封的時候 他帶著整隊人 經歷了一年半 最後去了暴瓶站求生 回家鄉 他的故事是很多 Management 或者是一些Leadership 去教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近的去到有 白川鄉的 非登娃娃 剛才你說的 屋狗島 走來回十個小時 去成文慘 那個木板的證書 另外就有 南美洲的羊駝 都會有 挺特別的 有秘魯的整副棋 是國際象棋 就是印加人打西班牙人 這個很棒 我都很精彩 是啊 你一會兒可以下去看 還有有復活島的一個 Moei象 但我有一個象大概是七八寸高 但它不是石造的 它是沙造的 將沙壓得很緊 變成一個石象 大家想像如果你大力點 扔到地下 會破 會爛的 我當然是保護大家回來 在那裡都會見到 很精彩 這本書 就是在 當密法國找完我之後 我很快就找我的出版社 我有個構思想寫 《南美雙天》 到了封面那一刻 就圍欄了 究竟 怎樣呢 哪一個天呢 封面要天成 還是封底要天鏡呢 還是反轉呢 然後對於攝影的人來說 相片的執著都挺嚴厲的 那我想了很久 那我的編輯呢 突然有一天 就跟我說 有個很好的提議 她說 Celia不如我們考慮做雙封面吧 那我又怎樣雙封面呢 原來呢 她就說 好像我們女孩子呢 小時候很多都玩過 穿衣服和公仔 知不知道穿衣服 那就是 我把咪給你看 其實就是這樣 如果你們手上有呢 多謝阿星 那你發覺呢 其實這樣就是雙封面了 就是說你拿開了這件衣服之後 你反轉它 接做外套呢 你就可以選擇是要 究竟是要 天空之城做封面呢 還是 天空之鏡做封面呢 是的 那這個做法呢 都是比較少有的 在香港比較少見到書 因為 原因是你要兩邊都印 印完 還要去pack的時候 他特意是兩邊 究竟是哪一個包著這盤書 所以就穿上了雙封面 那我要再介紹一次 因為很多朋友呢 就問我買兩本 因為他想著一本要天空之城 一本要天空之鏡 當然我是不會反對的 我很歡迎你買兩本的 但這裡我要解釋一下 所以這個構思都是很感謝我的編輯 還有印了出來 你們也可以說一下感覺 因為他們也是 剛剛來到才看到這本書 喂 設計界 你說一下Cino 沒有說的話 Cino說一下 Cino說一下 很精美 一摸上手 還有我想 如果你不說的話 我想喜歡的人 真的會買兩本 是啊 我剛才也不知道 你說了才知道 原來這是陰謀 而且很特別是 因為這個不只是雙封面 簡單 只是跨頁的封面 其實有時候真的很難拿 那一邊 有兩張都拿得不錯 很難為難 因為拿得不好 變得好像在中間 剛剛就在書籍那裡 但除了一個封面之外 一半來看都是一個封面 拉長頁也是一個封面 一半也是封面 這真是很精心的設計 是啊 我甚至想過 如果我想天空之城 和天空之鏡都出現 我是不是要上面一個城 下面一個鏡 但是你把照片拉扁了 你又會剪掉 就像以前一樣 黏在一起 是啊 這些好像不夠型 夠色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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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Stylish 還有 這也是十年前 八年前 九年前 這樣就有進步 是啊 但是一個經典來的 正如Terry說 這個對他對我 都是一個很特別的里程碑 你問我 其實今天我會說一些地方 我去過 很值得去 跟大家分享 每一個攝影人 或者旅遊人 都有一些地方 是 去了哪裡 是特別有些原因 包括南極 剛才說過 在明日四海 都會有個杯 在座 應該是Terry去南極 我去了北極 你去北極 Seno去了南極 你去了南極 可以說了 去南極 就是我其中一個 我的Mountstone 都很喜歡 這幅 又要說 這幅是一幅海報 在書展之前 從來沒有曝光 從來沒有曝光 沒有曝光 所以如果一陣子 你們完了 假如你們不是 馬上要趕著走 或者你真的 另外一天會來 我真的很推薦 你們去三樓 文日四海 去我的展區 為甚麼呢 剛才我提過 南極冒險家 Earne Shackleton 對 這就是他當時的船隊 後面一艘船 就是Earne 就是Endurance 堅引豪 早前 做技招的時候 TB也有介紹過這件事 那你會見到 其實相片為甚麼特別呢 這張相片 不是說有甚麼漂亮的模特兒 不是甚麼打光 不是甚麼擺拍 他擺拍 他擺拍拍了一張團體相片 但他意義很大 一百年前 沒有Facebook 沒有Twitter 沒有IG 沒有GPS 是靠地圖指南針 但當時因為這艘船要冰封 Sindor很清楚 因為我覺得Shackleton很厲害 如果你去南極的團 他通常都會介紹 以前他還沒去之前 南極通常都會看動物 或是看生態 但其實是很多歷史看 反而如果你去到那些團 你會認識Shackleton 但如果你問 哪一個第一個征服南極點 可能未必會說得出來 是 即是Amazon 雖然去過都會知道 但你經常聽很多故事 都是關於Shackleton 因為他就是一個很神奇的人物 很傳奇 簡單說的故事 剛才也有說過 他是要用行動和信念 令這群人不要灰心 因為灰心就死了 當時他們要求生 沒有了船 沒有船 沒有飛機 是等死的 但他跟他們說 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 一直去找 去等 又不知道熬多久 熬到一年半之後 才可以求救到 他只是答應他們 我一定會帶你回家 那時候 我不知道是阿仙奴 那時候我每次看 他在英國有拍這部劇 因為Ernest是英國人 每次我們在全程當中 他就會播回故事 可能女生感性一點 我一看會哭 我不知道你當時有沒有 還是笑 我沒有看過那部劇 因為那時候我去南極 除了南極之外 另外還去South Georgia South Georgia 那時候Shackleton 他去求救那個島 是啊 我也有去 他們南極半島是很遠的 是啊 譬如乘坐那些科研船 基本上都要兩天 很遠 所以你想想 當時他們在南極時 被冰封 駕船有問題 他要做一個很小的艇 要慢慢挖過去 是挖過去很多天 很辛苦 很辛苦 很難 他還要去南極 他去了南極 他要跨過整個島 因為South Georgia 的地理 中間全部都是 Glacier 所以他要跨過Glacier 因為已經很累了 他走了五天 才到另一邊 才發現有人 因為他也不知道那邊有沒有人 也不知道 在去的時候 我有走到那條路 因為 現在走就很容易 而且我們現在走到夏天 我們去南極 是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2月 其餘時間 南極都是冰封的 除了企鵝 還有一些很強勁的生態之外 他們很厲害 但人類除了科研人員 基本上我們普通人 不會在其他日子去 但你想想他們當時 是要在那裡熬練伴和 還不知道熬不熬得到 自己生存回到家裡的人 其實是一個很堅強的意志力 和體能 去戰勝所有害怕灰心的 就是一個驚人 就是一個毅力 是啊 這一張就是我在南極 很無意中 因為他有 我忘記了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一間很小的商店 好笑的 每一次有船 那個油局 和手信店就會開 應該是 Polaroid 應該是 對,Polaroid 我們可以進去選擇 他不是賣什麼 他真的賣一些和南極很特別的 包括 這張就是當時整隊船員 臨離開船 攝影師幫他拍的一張照 Celia 你也很細心選擇這些 其實我去到那間店 我只寄了Postcard 然後就走 走走走走 當然他也是一個餐廳 你會看當時的那些 船員的生活 是啊 所以他是寫攝人 我就去遊客 不是 不是 不過是 我也承認是會細心一點 就是我會觸碰一些這些故事 那時候我很記得我買一張海報 現在我放大了給你們看 是不是 其實整張海報在三樓 他們發覺幫我表起了 有全隊船員的簽名 包括 你看到下面那一集 我剪到Ernest Shercutton 有了他的簽名 那我就把這張海報 當時買了 我還記得他 我怎樣寄回來呢 因為我跟著去阿根廷 還有一個多月 他就有個好像賣畫的那些卷筒 把整幅海報捲了進去 然後我寄回來 很幸運 就順利寄回香港 所以我好 這就是海報和一隻杯 所以當時我覺得這張照片給我的感覺 就是攝影的魅力和魔法 其中就是把一些很難忘的時刻 拍下了 然後可以將來跟很多人分享 就是這件事是 你之後你用錢都買不回來 就是相片是買不回來的 相片是買不回來的 要來探索那個時刻 是的 探索那個時刻 就是你的心態、你的年紀、你的環境、你的天氣 你遇到的人全部都是不同的 就算你去回同一家麵店 可能三年前去吃 三年後去吃 他轉了師傅 你已經覺得味道不同了 就是永遠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相片是 其中一個為什麼我會做寫攝影師呢 就是 因為相片我覺得 有一個很神奇的魔法給我們 那我就看看 那除了 剛才那張很震撼呢 在南極我發覺 我開始原來喜歡了拍攝生態 那我喜歡拍攝生態 我就用了拍攝人的感覺去拍攝生態 就是拍攝人 人和人之間的一個親密的程度 譬如媽媽和寶寶 譬如是 這樣 Kiss 也有一些 當然也有一些震撼 我現在就沒有放的 有些就是 例如一些 拆鉤去擔 真是殺了那些海鷗 那些企鵝BB 真是 扯了那些肉出來 那些血液滴出來 那些小朋友 沒有義同不義 那Cino呢 Cino去南極的時候 有沒有很震撼的 有有 其實也要選對季節 我去的時候 一月就是聖夏 最巧 因為一月的時候 很多企鵝 他們就會去到他們的棲息地 去生蛋 還有去敷蛋 所以那時候最多 就是看到親子的交流 剛才Cino說 你見到他們 譬如他們敷蛋的時候 譬如Gentle 他們會搶石仔 是呀 他們會吵架 然後到處去 不是 他們是偷人的石 我是偷你的石 去建我的房子 會這樣的 原來動物世界 都有些很有趣的交流 他們的語言 不是我們的語言 但是我們看到他們 在做一件事 我們知道他們想做什麼 很好笑 所以我想 如果真的去到 因為是一個很適合的季節 你就看了很多 他們不同的一些對話 是啊 挺令人反思的 是啊 是啊 我記得有一個故事 就是我在南極的時候 有一次有個賊毆 就去擔 就是搶走了一隻企鵝寶寶 直接搶走 就飛去一個地方 即是他死了 那麼 當時有個外國的遊客 他就過去想嚇走一隻賊毆 即是兇他 但是我們 因為每一隻船上岸 我們會有一隊Crew 那隊Crew是一些Professor 還有一些專業的人士 也是一些生態學家 生物學家 他們就學止了這些流人 他們就說 我們來到應該是一個Observer 一個觀察者 就不可以干擾他們大自然生態的規律 那麼我也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反思 那麼 阿仙奴有沒有遇過 有有有 我就幸運一點 我看到就是 反而是一隻企鵝 和那隻賊毆 大家對處 是一個 是大家出去 他就慢慢叫 就嚇跑了 我真的嚇跑了 是 其實他真的會吃一些 未必是小隻 因為其實很多企鵝都很小 即使你說是小BB 其實BB去到某個階段 已經跟成人的尺寸相差 所以他們會目標所有企鵝 即不只是說BB 是啊 我也覺得去大自然世界 即無論是男的 甚至後來我去過東非拍大千載 我也覺得有這些震撼 即你會想 人的世界就多很多計算的東西 多很多不同的感情 但是動物的世界很直接 我要求生我要吃東西 我就一定找東西吃 無論你覺得很可愛的企鵝 或者你覺得他是很討厭的拆鵝 但是他都要繼承 即他都要傳宗接代 那麼他就要想辦法去找他的食物 這件事跟人類世界都挺不同 所以我當時去南極 都見到很多 包括這些 這一張通常我以前 做這個分享的時候 我就會問問大家 你有多少人可以不屈 不屈膝頭 然後把頭碰到腳尖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是這樣 即是有沒有柔軟的身軀 可以做到這個動作 明白我說什麼 即是做瑜伽那些 就是做瑜伽那些 因為有沒有一些瑜伽高手 男生我覺得比較難 女生通常柔軟的 是不是Gassie 真的 Gassie啊 練了十年才 真的要 即是我覺得這個企鵝很厲害 小朋友可能可以 小朋友是 知道我說什麼 膝頭乾不屈 把頭碰到下去 你別說 立即做給你看 我覺得拍企鵝 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 Mountstone 因為你會發覺 譬如右邊那個 就是我之前那本 相集的封面 我覺得我是把 好像夫婦那個 感覺的 愛 拍了出來 其實我拍的過程 我不是當作企鵝 我當作人 我不知道其他的 攝影師怎麼看 我本來不是一個 生態攝影師 但當我拍這些動物的時候 我發覺我用了這個感覺 但我也有些 Handicap 我就不拍一些很小隻的 你知道什麼叫很小隻嗎 即是 如果你是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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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鷹 我把你的眼睛放大三千倍 那我就不行 你覺得很噁心 不是 我覺得我跟牠交流不了 即我看著牠的眼睛 我又不知道你想什麼 你又不知道我做什麼 即沒有 但這些大隻的動物不同 譬如我拍企鵝 牠真的看著我 好像知道牠在做什麼 或者我拍大千輩 我記得我曾經經過一隻 就是一些西牛 是不是西牛呢 還是水牛 水牛 水牛 剛剛我的車經過的時候 有朋友知道 我的車經過的時候 即假如仙奴就是一隻水牛 我鏡頭就在拍你 牠知道的 你知道你的眼睛看著我 還有你的嘴巴抹著你的舌頭 是咬的 撿草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想說後話就是 你的舌頭很厚 很多舌頭 很多舌頭 為什麼人家喜歡吃牛舌頭呢 你就會明白牛舌頭的口切 我也想說一個小故事 我當時在南極 我記得我那次穿的一件蜂褲 是橙色的 後面就是灰色 灰黑色 其實遠看 好像這隻 根本就好像牠 所以我就在那些企鵝堆 這些是黃帝企鵝 走路 有一隻跟著我 我真的以為我是企鵝 因為我的頭還要是 抬上帽子 抬上帽子 我是黑色褲 這裡是白色有少少少紅 黃色 牠真的跟著我 然後牠跟著到怎樣 牠真的要刺我 即是要來搞我 那你怎樣 根據南極的法律 我們就知道 你是不能碰牠的 距離不知己多 不過牠可以碰你 例如牠近到你身邊 牠有刺你的鞋 你喝牠刺 但你不能推牠 或者摸牠 都不行 我拒絕了牠的愛 我不可以跟牠有這種交難 你怎樣拒絕牠 你說 沒有走開 你不要吧 我跟你不可能 走開 我帶牠去一些多一些 其他地方去選擇 那牠就不搞我 挺好的 你沒有幫你錄下這個過程 沒有 太過分了 對 所以如果大家去南極 都穿得比較 不要那麼刺激我 哈哈 穿得刺激我才多這些玩 我想讓牠們玩 我告訴你 我當時去 因為我這樣說 我全船人 其他的隊友 他們就穿 我們叫Parker 即是牠的船有件很厚的 可以擋風 可以擋雨的衣服 但我穿了自己的運動外套 是粉紅色的 他們一些是黃白色的 你可以想像 全部黃白色 中間有一隻是粉紅色 粉紅色 對 接著我開始就被人叫Pink Penguin 粉紅色的企鵝 我去到哪裡呢 還有企鵝 因為可能牠看到 全部都是黃白色 看到有一隻有些不同 那牠又會跟著你 因為牠不知道你什麼 牠不知道什麼叫人 牠只會覺得很可愛 有東西 前面有不同顏色 顏色很eye-catching 所以我都很好笑 但我再說水牛故事 我看到後撤了 拍完照片 那我車過去了 那我另一輛車的朋友到了 他也拍到水牛 但是接著 我們後來晚上相遇 看照片 他說 我剛才拍到水牛 牠的眼睛好像有事 牠一隻眼睛是開不了的 牠不知道是不是有一隻眼睛 盲了 但牠在吃草 我說不是 我走過也拍同一隻水牛的嘴唇 接著牠說 為什麼你拍到水牛 兩隻眼睛都開的 原來牠這麼巧 不知道是否曬 還是什麼 牠走過拍的時候 水牛就這樣 就是這樣 牠就拍了單眼 我就造就了好像兩隻水牛 所以我會覺得 為什麼拍一些大的動物 有一個很可愛的地方 有朋友來到東非 給你一個提示 就是 就是 我覺得有眼神交流 終然牠不是人 你不是水牛 但是你們都在那一刻溝通 是啊 Taric 你有沒有跟北極熊溝通過 你去北極 有啊 有啊 怎樣 想想一下 突然間 彈到北極 剛才聽到入神了 聽到企鵝 因為企鵝還沒有去看 那北極熊那次 哇厲害 我看到五隻 哇 五隻啊 其中一次是三 一家三口 另外就是 另外兩隻分別單丁 是 那 最近的呢 我們在考察船那裡 那些船長很聰明 就是永遠知道 牠就很靜 很靜 就洗過去了 那些北極熊 就站在浮冰上面 在浮冰上面 那他就呢 關掉那些摩托 那些 完全沒有聲音 對 完全沒有聲音 他不知道怎樣 總之就好像移到過去 其實每個人都想去看 或者拍照而已 一直近近近近近 近到呢 船長碰到那塊浮冰 哇 在浮冰上面 有一隻大的北極熊 你想想多近 即是我們 船上的人 其實好像 很興奮 但又不敢喊 即是可以容然指著 十多尺 但因為我們高 他一定跳不到上來 是 幸好 又不能喊出聲 不可以 不可以 完全很靜 但完全沒有聲音 只是呢 那個拍照 聽到的聲音就是 嘰嘆嘆嘆嘆 有些膝打聲 嘆嘆嘆嘆嘆 還有一些風聲 嘆嘆嘆 電台就是這樣 看著北極熊 我們看著北極熊 拖了那隻海豹上來 在那塊冰上面開餐 嘆嘆嘆嘆嘆 我們想想 嘩 那時候人呢 毛管都凍了 但又拍照 又不能出聲 我聽到的就是 嘆嘆嘆嘆嘆嘆 很多聲音 但你遇到已經很難得了 很難得 很難得 很精彩 所以到現在我就是 好像電影一樣 說出來 直到呢 直到整個船 碰到那個冰 真的有聲音 他看著看著 對 看著我們了 他就擔著那隻海豹 走 下海 下海了 這樣走 很精彩 很厲害 看到一下 所以其實影像很特別 因為我們人有記憶 所以我們一說一些東西 你就會記憶記憶 是很特別的 當然照片也有 那照片沒有你這麼漂亮 不是 別這樣 我覺得其實旅遊的魅力 和神奇的地方就是這樣 帶我們去和我們生活的地方 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我們生活在香港 很簡單地走出去 有丁丁 公園仔 巴士 地鐵 去吃東西 去茶記 餐廳 茶樓 什麼都行 但當我們去到這麼遠的地方 剛才說去南極也好 去到北極也好 或者我們就算去到 可能台灣 韓國 菲律賓 全部都是跟我們平時生活很不同的地方 甚至西藏 這些回憶 如果你用心感受 是回來會跟著你一輩子 那些回憶 不會有人搶走的 不會有人給錢買走了 你就會空閉 不是拍電影 所以我覺得 去旅遊很重要的就是 不要純粹是走漫漢花 我不知道在座覺得怎樣 我覺得是真的要用心思去感覺 是啊 尤其是我們這些 想去一些深入一點 通常都會多看一些 就不是說吃、玩、賣、賣 我想你聽這些在座 有心人 都是想深入一點的旅遊 是啊 如果你看 剛才那些地方 看多些動物 了解多些生態 如果看南美 研究多些文化、古蹟 人家 很多 就是一些很特別的文化 和歷史故事 之前我們可以做多些功課 就會看他們的生活 其實很好玩的 我覺得 你去了解的地方 好像剛才所說 有時候 去完旅行回來 你再看資料 你去之前可能是空白的 但是去完回來 再看資料 你就會知道 像剛才所說 譬如我寫南美洲 我會想 印加民族是什麼 為什麼這麼吸引 為什麼這麼神奇 又說什麼有外星人 什麼這麼估計 這麼多這麼有趣的東西 Gasi 你覺得 其實旅行 對你來說 目前你覺得最吸引 是 哪些點子 你會覺得 所以你經常想 去發掘一些不同的地方 因為 有人做節目 就是 雖然 如果在座 即是南馬南極 我沒有去過 北極也沒有去過 可能我跟在座的 聽你的講座 的朋友 都一樣 就是 究竟這個地方 有什麼可以發掘呢 雖然我沒有去 但好像跟你去過一次 然後回來 如果我自己再去 我會不會又可以找到 其他特別有趣的地方呢 這就是旅遊的吸引所在 可能Terry 去完 這個北極 就看到北極熊 可能我下次去到 我真的一隻都見不到 真的不知道 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我故事都不一樣 是的 然後又問問你們 說到什麼是寫攝人 其實剛才都透露了一些玄機 但可以說一下第二點 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 如果要做寫攝人 你說 我想問 寫攝人 是否司令你自己發明的 又要問這個問題 剛才訪問也問 不是啊 我忘了是哪一個位置 但我記得我看過 我不知道在無意中 在外國 看過 有一個職業 但不多的 我看過有人 來自英文是photo writer 哦 所以我中文 譯回來 譯回來 就譯做寫攝人 我最記得 在早期去旅遊樂園做訪問 那時候 因為香港 連這個字都沒有什麼人說過 因為沒有人用過 當時做訪問的時候 劉鑾跟我說 她說 我怕就這樣說 寫攝人 不知道你是什麼身份 是攝石人 是攝石人 當時很流行 攝石人 攝偽那些 後來我說 她就要解釋一下 我是一個攝影師 和一個作家 即是共同身份 但是經過幾年之後 現在真的多了很多人知道 而且好像 好似 行內都是只有我一個 用這個身份 是啊 那時候是挺名的 用這個詞 是啊 所以我以為你是你發明的 中文 中文就是 中文你是 因為我看過英文字 是攝影師 我中文就說了這個 不知道台灣有沒有人用這個詞 有沒有檢查過 好像沒有 在座的人有沒有見過 除了私人之外 用這個 形容自己的字 沒有 好像比較少 這麼厲害 不是 現在他們簡單一點 免得叫我私人算 是 最簡單 那你覺得呢 現在我在做工作 你覺得有些什麼 或者在座 可能有些人想做的 你覺得什麼性格 或者 你覺得有什麼條件 你們認為呢 可以適合做呢 Ceno呢 Ceno說 我覺得很有好記心 反而是 即是很八卦 是八卦的 其實你去旅行 通常喜歡去旅行 都八卦的 都八卦的 我覺得 喜歡東炒炒 西炒炒 是 就未必會跟大老地方去找 是 是 因為旅行其實 都很個人 會是 有些人可能會 你去哪裏 去哪裏 我覺得又 一來不用比較 所以 如果你是一個 即是你說什麼條件 你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而因為你喜歡那些東西 你更加多鑽研 我覺得這個可能 你要很認識自己 做這個寫攝影 你看你這樣 不是 他想提醒我 繼續繼續 OK 那你們呢 說了一句 寫攝影很明顯 其實兩個職業 或者兩個身份 合在一起 應該是寫作作家 應該是攝影師 那斯妮是兩個具備 我覺得寫的東西 筆好 手好 即是手寫我心 或者寫我的腦 而攝影就是靠你眼 它是眼表達你的腦 想看到的東西 嗯 所以手和眼都要靈 但什麼控制的手和眼呢 就是腦 所以呢 做一個好的寫事文 一定是 腦、眼、手都配合 謝謝你 我應該會推遲 有女人癡癌症這個症狀 哈哈 因為不斷地用這個 是啊 幾樣東西 幾樣東西要多配合 體力也挺需要的 因為我看見Celia 那些衣服很厲害 也是 即是拍東飛的照片 如果大家有看到Celia 那支炮呢 我覺得不是一般人可以 可以維持這麼久 兩兩尺長 坦白說 我告訴你 好笑 很多時候工作的時候 朋友會問我 拿照片拍照 那支大炮彩 那個Jip那張照片 基本上都是 藝大福現在出現那張 是啊 基本上大家都很認得 雖然通常有人 在Next那部問 你有沒有大頭一點 我可不可以看見你的樣子呢 因為那個大炮彩 就是看不到他的樣子 就是看見人的身體 坐著拿著炮彩 但因為那張照片 實在太適合了 所以我很喜歡 那麼 你們呢 覺得有些什麼 我想說一下 這個是正面的 我覺得能夠做到一個寫攝人 很正經的 可能他是有多重性格 或者可能是精神分裂的才行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想想我寫作的時候 我要躲起來 我要想我寫我的故事 但我攝影 你又會很細心 很留意一些角度 又要出去 那就是說 時而就要躲起來 收起來 時而就會很活潑 那還不是精神分裂 哈哈 被你發現了 哈哈 這是秘密來的 其實 阿星呢 現在都不再是秘密了 現在不是秘密了 但被你們知道了 對於我來說 我想其中一個條件 或者性格就是 你要喜歡溝通 是 譬如去到外地 你會跟當地的人溝通 是 或者你跟他們拍照 你都會跟動物去溝通 嗯 那這個很重要 就是你有一個交流 你才會有一個感覺 在那裡 還有到你完成了你的旅程之後 你會再很樂意跟別人分享 你所看到的東西 是 你所感受到的東西 是 其實這個溝通真的很相向 那你在當地又有 回到香港 或者回到現在這個地方的話 都會繼續跟別人 繼續說回你的行程 是 讓多些人知道 當地是有什麼一回事 那你的感受是怎樣 那這個很重要 是啊是啊 其實你四個講的都對的 我的確是雙重性格 和精神分裂 和很好奇心 而且也是要 體力也好的 是啊 是啊 手、眼、腦、心、手 一起用 那我喜歡跟別人分享 那這個也是真的 因為我覺得 有些朋友是喜歡做自己的事 很努力做好自己的事 但是我很喜歡說話 那我有另一個別號 就是聊仔步 那如果我去到一個地方 我不認識你 我可以有把握三十秒跟你說話 沒有難度的 對我來說 那你們可能還要十秒 啊 題外話 那我先說話 因為我知道 還未完的 那如果 正在做的朋友 如果你對南美 《雙天夢遊》這本書 是有興趣的 那我們在門口 門口有個櫃檯 是可以買 那一會兒我完 我問了 下一場沒有 沒有下一場 所以我們可以 可以 我們壓軸 所以一會兒 我們可以在這裡簽名 那如果有朋友 你想加單 歡迎你出去買的 那我們可以繼續 所以我也覺得 其實做寫視頻辛苦的 因為體力又需要 又要雙重性格 又要精神分裂 都挺難的 所以 其實我全身很多傷患 因為你背負重的東西 以及你上山下海 但是 也有一句 因為你喜歡 還有 也是你講的一句 再不是一個人的事 我是很喜歡 跟很多人分享 還有 我覺得 喜歡旅遊的人 看的天空是寬一點的 某程度上 你回來 有時候很多很瑣碎 一些不是很開心的事 你比較容易 擴大一些 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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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會留下開心 我覺得這個態度 其實 會影響我們旁邊的人 所以 譬如我的朋友 粉絲 讀者 或者是一些 本來是不認識的人 但是 他會給你的態度 或者慢慢去感染到他 我相信 你在座四位都是 你都很喜歡旅遊的人 都是很正面去看人生 所以 經過旅遊 反而令到我們看的事物 是軟了 寬了 我們只是每界不同 我們透過聲音 空氣 或者一些 社交平台 是啊 是啊 透過書 照片 是啊 所以我們就可以是朋友 可以在一起分享 好 繼續 這裏快點去講講 講了南極 又講講北極光 北極光是另一個階段 就是 在攝影 和在看天地之間 因為我發覺 原來是有很多東西 不是我們掌控 包括 天變成怎樣 譬如看北極光 很多朋友都 冥冥意求想去 去不同的地方 去尋找 去等 去找去拍 但是 不是每個人都遇到 也不一定每一次遇到 也不一定每一次遇到 等於 剛才 Taric說 看到北極熊 真的不可以有很多人 遇到這樣的機遇 沒有人知道的 也不關是男女女友 不關是你有沒有錢 這個我覺得真的是緣分 如果遇到的時候 就要很珍惜 現在是不是太光了 可不可以關閃少少一個位 可不可以關閃少少燈 好 我們繼續 這個是我當時很喜歡的其中一幅 可能有些朋友跟著我都知道 我叫了她做彩虹仙子 就像一個天堂 頭向上 對 少許就可以了 謝謝 那就好像弱起 好像是這裡 謝謝 那她就是弱起 好像一個長裙 那樣 感覺是很舒服 很豐富 那麼這些都是 在拍筆極光的過程 我都發覺是 很 一期一會 很難能可貴的 就是不一定被你遇到 所以我每一次遇到都很珍惜 那麼在座 有哪一位去 曾經見過 Ceno已經見過了 很喜歡的筆極光 Taric 是啊 那時候 真的叫彩素 真的彩素 我曾經聽過有人去十天 說十天都看不到 是啊 是啊 幸好她那次也看到了 是嗎 一半 譬如十天有五天看到 都相當好 是啊 冰島和格陵蘭都看到 是啊 其實都很難得 這些可以不可求 Ceno呢 我也是 我那次去挪威和瑞典 我想六天 我有四天看到 我覺得秋天去幾好 通常有人說 你冬天去吧 冬天去夠冬 就看北翼光 是 但是我的經驗 應該是秋天 秋天好 反而 天空會更清 也沒有太多機會落雪 所以反而機會更大 是的 秋天有個好處 就是如果你是湖尾結冰 好像這些 你就會看到有反光 有倒影 即是有些其他的景 是的 除了閉光之外 是的 我也挺遇到 九月 十月 那是好時間 因為很多人覺得 如果我冬天去 好像什麼都可以玩 香港人就少見雪 又玩 好像比較划算 但是我覺得秋天 其實香港也沒有秋色 秋天是漂亮的 你去到歐洲其實秋色很漂亮 而且秋天很長 是的 所以我看北極光的過程 以及拍北極光的過程 我就學懂了 也提醒自己 就是 望天打掛 即是說你真的看天做人 是的 你不要去埋怨或強求 如果天給了一個什麼風景 你看到 你就珍惜好好的把握 用眼睛去看也好 拍照也好 珍惜你遇到的景景 沒有人知道 是的 劉連打算什麼時候去看 因為我之前試過有一次 是三月來的 不過也不是適當的時間 就去過芬蘭 是的 頭三天就下雨 好了 還有三天了 第四天就說 可能有機會的 也看不到 好了 然後再過一天 都是沒有 都是望了整晚都是沒有 所以變了諷刺地 有一天會經過 他有一個科學館 所以在裡面看了一段短片 就當作看了 哈哈 哈哈 那在座也看過了 那照片也看過了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阿星 就是看了 哈哈哈哈 你這樣 是的 其實我也覺得 真的 真的 我覺得 用相片展現 筆的光是比較漂亮的 是不是 如果看過的人知道 其實 肉眼看是沒有照片那麼漂亮 因為照片可以曝光 是的 曝光耐久 曝光耐久 他就把他跳舞的變化都拍出來 是的 這個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在座 無論是看了 或者是有計劃 將來想看北的光的朋友 都是 首先你真的要平常深了先的 我不是哄你 是真的 因為就算我們自己在座 每一位 我們都去開旅行 但我們去看這些特別的 大自然風光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是 坦剔都是要等的 耐心去等 看看能不能遇到 不怕 流連下次跟我去 通常我會看到的 不過看照片會看誰的照片 哈哈哈哈 一般人 如果你給我 我用我的相機拍 應該效果和City的 差很遠 不是 你一般相機真的很難拍 筆逆光真的要 真的要試過 而且你要知道設定才行 不是一般手機 你下次去之前問我 我給你一些設定 是 說你聽很快 我想借相機 哈哈 我想借相機 我可以借相機 借相機 借相機 才可以 借相機 你會拍到 說笑而已 所以 有人說 看到北極光 是人生中的一種福分 所以我也希望 今天擺北極光這部分 因為我也想在座 也有這種福分 跟我們一樣 可以感覺到幸福 是啊 那我們可以繼續 好啊 這個也是北極光 你會看到是用一些 超級魚眼鏡 一些魚眼鏡 可以拿到很闊 其實我覺得 北極光真的 你看到大自然的神奇 是啊 真是神奇 就是你會是 哇 就是這樣 我真的 這個反應 真的會覺得 那個時候 你會覺得 我不知道阿仙奴會不會覺得 我覺得 天闊到 你用什麼鏡頭 你都拍不完 其實我覺得 看照片的不如光 是真的沒有真正那麼漂亮 雖然 人們說真正是沒有那麼光 但是那種震撼 你是形容不到 我初來也想著 為何看下去好像 為何要看照片很漂亮 為何要去現場看呢 是因為我想其中一件 就是 你遇到的緣分 你很興奮 就是你覺得 這些東西不是你說去到就有 是啊 不是展示時間 到時候開幕 其他景點可能去到都會有 不是榮在 榮在香港 所以你已經覺得自己很幸運 第一件事 你覺得很幸運 如果還不斷 你會看到一些 動物或不同顏色 你會更加很開心 是啊 即是不只是拍照那麼簡單 沒錯 整個氣氛令你覺得 哇 如果一輩子可以再有幾次看光 你覺得每一次 你都知道每一次都是 都是不同的 每一晚每一小時 每一分鐘都不同的 是的 所以是拍北極光是會上癮的 看北極光也是會上癮的 看北極光也是會上癮的 我沒有騙你們的 你不相信 你再看一次就知道 即是你又計劃了下一次 是啊 我11月會去冰島的 還有呢 我這次是會大團的 所以如果在座 有朋友想去冰島 未去過 又想跟我去拍北極光 我去都會看到的 所以你們可以 說真的 我真的去那麼多次都會看到 是嗎 我九月到尾 我九月尾都去冰島 是嗎 你去哪裡 去冰島 是嗎 你先去過我 但九月是秋天 九月開始有了 開始有 九月中有 九月中當然沒有 你去完回來 我聽你 我給你一些貼士 好啊 多謝你啊 我今年三月去完 你去問阿Celia 拿貼士 當然要 不不不不 好像阿仙奴所說 秋天和冬天看的東西不同 那我這次冬天去 就會入冰島 會去Gracia 即是冰村 秋天 風光去後變 開始秋色 又有些枯草 會漂亮很多 會自己加油嗎 嗯 會不會自己開車 會但我不會開車 有人會開車 非常好 雖然有人開 去冰島一定要開車 而且不要自己開 因為很危險 因為它的風速可以很大 所以要很小心 所以你贊成是租車嗎 我贊成是找司機 即是租司機 是貴的 但為什麼我回答你 我有朋友 他自己嘗試 第一 他遇過一些危險的位 包括突然爆炭 他人生中都沒有換過幾次炭 你在冰島 你在公路 沒有其他車 萬里無人 是會危險的 第二 就是 當你一天開車 差不多一整天 你晚上還想開車 出去拍極光 你鼓勵有沒有精神 更危險 所以 有些地方是適合自駕遊的 但是冰島 我不是太推薦 所以我自己去 我也是租車 運司機的 所以 這件事是重要的 即是 譬如我11月 我會帶一個旅行 我也是要求司機晚上睡足 可能他晚一點才起床 即是 早上我們晚一點才起行 但晚上可以讓他追上極光 那你才可以確保安全 加上他們去匯人 玩得開心 我覺得這件事是重要的 好 這個就很厲害的 這個在黃道 你會見到竟然是在市中心 市中心是光是多的 但是你也會看到他的極光 就是因為他的極光 當時是真的很強 指數強 是沒有暈的 這些是一些必要條件 好了 接著就說說南美洲 就差不多是我們今次的主題 就是剛才由最初 Taric說 幾年前 就拿了阿星那本書 出走秘露 如果你們有人找到 剪貼型的封面 告訴我 因為我告訴你 香港已經斷了市 哇 這本很珍貴 真的斷了市 但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留在我身上 我據說幾有 很難到 我想問究竟這本書 當是你還是當是你的 我之後會問他拿回來 你放心 現在馬上有個交修儀式 然後就是 到今天 大家會看到這一本 因為這本書是你的 哇 就是南美雙天夢遊 為什麼會用這個書名呢 我想了很久 第一天空之城 和天空之鏡 近乎是所有人 幸去南美洲 都為了兩個地方 Dream Destination 我自己第一次 踏足南美洲 就是去秘露 2008年 我也是 就是 是嗎 你有沒有走過我身邊 其實我們是否在天空之城 左右走 不是 就是向左走向右走 我一年才去 我都是拿著你的書 對 不好意思 搞錯了年份 你是前輩 怎樣 說你兩次 我說是秘露的前輩 然後到波利維亞 就是更加很多人的Dream Place 我就想將這個過程 這個行程裡面 一些很漂亮的相片 我真的想用一個好像想集的感覺 給大家看 因為香港是沒有出過 以這兩個地方為題的書 而一班朋友跟我一起去 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忘的回憶和印象 我就用了這個方法 剛才解釋了雙封面 然後裡面有很多照片 我現在可以透過一下 我選了其中一些照片 例如這個就是我們入天空之城的時候 那天空之城是位於二千四百米高 其實不是太高 但因為旁邊有很多高山 他早上其實近乎 看不到日出的 因為每次早上都很多龍武 雲海 我們進去的時候 很多時候進去的時候 都是下雨的 就像這樣 大家要搭雨 戴雨衣 雨傘 你們當時都是這樣 是的 但是不要因為這樣氣餒 一定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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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進去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驚喜 會陽光白白 晚一點出來 上山的時候 就是上上面那個寮夢台 守護者之屋 很多人在那裡 不是,只是他 很多人在那裡上 走上去 這個上去會有少許喘氣 因為其實你已經在二千四百米高 以上 你看一下 蒙到的時候 是蒙到這樣的 蒙到蒙太奇 看不到自己 這個就是 剛才說的 傳說中的寮夢台 你在那個位置 就拍到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的名字 為什麼來的? 就是因為這樣 蒙茶茶 城好像被雲海 去包圍著 浮在那裡 聽說 宮崎晉先生 去當年 去 繪畫天空之城 這套 這套劇目的時候 都是參考了真正的天空之城 然後這個 開始的霧 雲海散開了 你會看到 原來是這樣 你看到那個 瞭望台 剛才蒙茶茶的明明 現在就開始現 然後整個城 因為山坡上面 所以它有很多樓梯級 去造就出來 當中有很多的故事 傳說 傳聞 包括人家人 人家民族 是不是外星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沒有文字 我不知道 當時 Taric和Cinno 會不會對印加文化 都有點好奇 相當好奇 相當好奇 我很喜歡 神秘古文明的東西 所以我第一個 自小就是 很想去秘魯 除了天空之城之外 還有很多 Lasker Line 那些都是很神秘的 很特別的 所以其中一個 他最厲害的是建築 是的 我是建築師 是的 因為Cinno是建築師 其實看他的石 是無縫的方法 我想問 你能否研究到石 為什麼切角度這麼漂亮 石貼石 十二個角 二十幾個角都有 是的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覺得他們 在開彩的時候 已經是 開彩的時候 選擇那些嗎 但你沒理由這麼不值 而且是無縫的 紙也是不進去 是的 所以他應該是做過一些 所以我還是 始終相信 有外星人 總之是一些 我們不知道的文明 幫他忙 講講背景 我真的很相信 印加文化 當時有很多石的建築 去做城牆 去做一些屋子 那些石不是 像我們宵夜吃一樣 一堆堆石 他有一些石 是很不值 方方形形 甚至乎 梯形 甚至乎 在一塊石裡面 剛才Terry說 有十二個角 你可以切角到十二個角 所以是很 miracle 很解釋不到 他那些石有些很高大 是 很高於人 幾十噸 怎樣運過去 大家都不知道 是啊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 而且我覺得很特別 為什麼我們喜歡歷史 不是喜歡他老土 是喜歡他有很多 你估計不到神奇的東西 你解釋不到的東西 還有神秘就是因為他沒有文字 他結成紀錄 是啊 沒有文字 那就是更加多層的神秘 是啊 所以一樣都是靠古 就是 訪學家 考古學家 都是推斷出來的 是啊 現在天堂之城裡面的屋子 都是只有 我知道時間的了 哈哈 那些屋子沒有屋頂 全部都是只有 長身的 好 繼續 這個就是我們都很驚喜 就是會見到 他們當地有很多原住民 包括 包括這隻叫原住民 就是楊陀 他很漂亮的 Yama長毛 他跟我同行的朋友一樣高的 一樣高 他有多高 他在這裡 他在第一行 你自己找他出來 一樣高的 他當時很興奮 見到他 在他旁邊走過 他又若跡若離 大家又有眼神的接觸 但是 我想他不知道他是男還是女 但是很吸引 可能他穿紅色衣服 是啊 是啊 他真的很近距離 你看到距離 真的大概像 對 像榴槤和阿星 差不多距離 大家都不怕大家 是啊 很好笑 當然笑 他多想去嘴他 哈哈 這些就是 旅行可遇不可求的moment 是的 可遇不可求 真的 我們見到一些就拍了 就沒有埋到他 埋到他去走 他沒有那麼遠的 我本書 也有一張我和他 但很明顯 距離是遠了 遠了的 那這一幅 這一幅相 是畫了一幅很漂亮的畫 在我本書裡面 那你們可以找回 他還要是 畫的朋友 是把楊陀和我朋友 和牆壁結合在一起的 是的 你看看 揭了出來 第幾頁 72頁 是的 你們可以看看 所以這些是 如果你下次去旅行 在座 除了有朋友喜歡拍照 無論你是手機 相機之外 如果在座 有些朋友喜歡畫 都可以帶畫筆去畫一下 我這次和我去的朋友 真的有朋友在畫 這幅是回香港才畫的 但是我覺得原來有一些回憶 可以用不同的演繹方法 去表達出來的情感 和和其他人分享 等於你們其實沒有跟我去這個旅程 我和他們都不是同時間去 但是因為這個過程 上片文字 感覺 說話的分享 令到大家走進去同一個空間 這是很特別的 這個也是我們在天空之城 從遼望台 看回頭 我們反過來走 我拍過去的 遼望台那邊 你想想 是同一天 今早明明下雨 霧迷迷 但是現在呢 是出曬太陽 要戴帽子的 還有你這張 算是難得 不是那麼多遊客 是啊 被我踢下衣服 厲害 沒有沒有 沒有做Photoshop 認識我的朋友 就知道我不是太喜歡後製 我不會抹走些人 但在我去的時候 不是太多人 說什麼 因為呢 我們是選了雨桂去的 其實有些特別的 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你想去天空之城 理論上 登山應該是漢貴 是不是 但是因為我們想去天空之鏡 你要去天空之鏡 你一定要下雨 有些雨 你才會有平面的鏡面 有水 也因為這樣 你早上下雨 和早上有些雲海武器 就很漂亮了 那我們就選了這個時間 我曾經試過有朋友 他就是十月去的 他就說 但是太陽很美 不過早上沒有雲海 就見不到天空之城 那個浮沫的感覺 在雲裡面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 感覺經歷 我拍了相片 就可以和大家分享 這一個呢 就是另外一張 我在遼望台拍過去的時候 其實是這張先的 但是太陽還未出光 那你會見到很多雲海武器在這裡 亦都是你本書看到 雙封面 另外一個封面 可以 我會快點 這個呢 就讓你們看到了 如果出曬太陽 完全清晰 就現在這個樣子了 那你見到呢 就是整個城 一些屋 一些石 然後就是 我想告訴你 後面那個山 整個天空之城 我們叫做 Old Mountain 後面的山 就是Wannabichu 就叫Yarn Mountain 就像什麼呢 像傳說 像印家人的側面 就是額頭 眼睛 鼻樑 厚 還有下巴 如果你想 已經有人懂得打側看 其實不用了 你叫你旁邊的 躺下的臉 給你這樣看 這樣就可以了 你叫他躺下給你看 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就會知道 原來傳說中的印家人是什麼樣子 這個就是 Machu Picchu 所以我覺得很特別 好 我很快看完 這個就是Guzco 在秘魯裡面 就是 又被譽為他們的後花園 也是很漂亮 晚上 我覺得就像黃金盛世 所以在書裡面 我也有寫到Guzco Guzco是 所有旅遊去 秘魯的人都會留下 那些人通常不留 利馬利馬 比較危險 知道嗎 對 因為Guzco應該是 整個拉丁美洲 最漂亮的殖民地城市 沒錯 當年也是西班牙人 搶劫最多錢的地方 對 所以也放回最多錢 在這裡建很多漂亮的教堂 對 那時候傳說 他們是一雙雙黃金 在印家民族搶回來 所以為什麼印家人 這麼有錢 這麼聰明呢 到現在第一個迷 對 而且這個城市真的很特別 因為它的建築 很多屋的下面 基本上是以前人家的屋 對 然後在上面建造 後期的殖民地屋 所以是有幾層的歷史 都可以看到 對 然後你看這些照片 很有趣 這就是這些卡卡湖 拍攝的小朋友 因為它是一個高海拔 三千八百米高的湖泊 淡水湖泊 所以太陽很厲害 你看到小朋友 紫外光很厲害 是的 紫外光很厲害 但當然他們沒有錢去查太陽油 其實我已經過關了 我要快一點了 這裡就是想讓你們很快看 天空之鏡 為什麼給兩張 沒有理由拍照 攝影師給你們兩張照片 你看 這兩張照片給你看 曾經會有幾大雨 但是不幾大雨 你就看不到這些 看不到這些 你可以看一本書 也有這些照片 有水和沒有水的分別是怎樣 有水 有水 和沒有水 沒有人知道哪一年是有水 哪一年是沒有水的 看你的緣分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 為什麼要有網天打掛 尊重天給你的意思 我都很珍惜每次見到 這些就是在波利维亞 就是在波利维亞的炎湖的風景 Terek看好了 下次可以 看到時間了 好 這個一定是其中一個 一定要專門拍照 可以見到紙 Q-time 好 這個就是很特別的 這個也是在炎湖有一個位 是有很多國家的國旗 不知為什麼 香港的區旗是中間的 不是我們插的 是真的不知哪一時 開始就有人插在那裡 天空之鏡漂亮 就漂亮在去的日出日落 在炎湖整個鏡面是看到的 我們有不同的方式 包括我們用禮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其實就是炎湖 就是UYUNI 英文字 我們做了之後 看一個賭影就是那個字 UYUNI UNI 這些都是 Teamwork 做出來的 我們的 Driver Guide 教我們做出來 都有特別的回憶 在書裡面也會有的 還有這個也很厲害的 這個就是 什麼波功 龜波氣功 大家留意一下 踢腳下面是有水花的 這些就是食影師的功力 跳的功力也很厲害 這個就是我們早上 凍到媽媽都不認得的時候 我們就拍了日出 因為真的很凍的 你不要看我們拍得好像很輕鬆 大家真的想連被子都摸上身 不要開玩笑 真的凍冰冰寒冷 我們就等到日出 你那時候是 2月 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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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是他們 其實是他們的夏天 不過早上也是很凍的 真的高 對 然後就是 大家一定會玩這些東西 是不是 這張不夠勁 這張比較勁 這張比較勁 哇 那個電飯煲不是我們帶去的 是我們的Driver Guide 帶去的 真的很勁 但是他們想到那麼多辦法 玩那麼多東西 是很好玩的 所以這些東西 有些朋友說 不是我香港都玩到 那麼香港你不要一望無際 都是給你後面沒有背景 不用用PS盞 剷走光 其實很難得 這個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南日相天夢遊的封面 就是我很喜歡的一個 magic hour 日出前 天開始變淺藍 但是整條銀河是看到的 還有看到南半球的聲團 夜晚 也是日出前 整條銀河 有興趣拍銀河的 我們可以之後再研究一下 告訴你怎麼拍 其實出了十六本書 裡面有郵寄 有指南 有用電影感覺寫的寫攝故事 有相冊 去到現在就是一個深度旅遊的寫攝作品 那大家有什麼 有什麼留言 給我一點意見 快點買 Celia的書 越來越進步 越來越精美 是嗎 謝謝你 我希望是 我今天出了一個帖子 我寫 一本書的價值是多少呢 是否等於港幣九十八塊呢 那我很想說 一定不是 即是一本書背後的心力 是你要用經年月 心 即是心裡面的夢想去實現 然後你要用很多東西去配合 接著是每一張字 每一張照片 選回來是融合在一本書上面 那我希望 南美雙天夢遊 不單止是給一些會去南美的朋友 亦都是一些朋友 他只要有夢想 不管是不是旅遊 如果你覺得 我們在這個概念上 大家是一致的 那我都希望這本書是一個鼓勵 是一個禮物 是給你的禮物 或者是給你想 你想去鼓勵的朋友的禮物 那這本書 你看到是雙封面 剛才我解釋了 那是外面可以賣 那也有些朋友 或者學生 之前和我訂了 那一完結之後 我們會派給大家 即是有些買了的朋友 那另外如果有些新朋友 在外面買了進來 我都會簽名的 那還有呢 其實我今天準備了一件事 就是在這裡才會有的 就是 阿星過來幫我拿 那有兩張Postcard 就是我這個封面 是故意印製的 那如果買書的朋友 我就會送給他 後面真是一個Postcard design 你可以寄給你的朋友 或者你想過到去 再寄回香港也可以 是啊 那我都很喜歡 那這個 就只會 如果買書的朋友 拍完 哈哈 繼續說 繼續說什麼 哈哈 但是挺生貴 這就證明 他都想問我 我不用有稿了 來到港就可以了 是的 那我希望這個是一個 不只是我自己的夢想 我亦都希望是一個 可以鼓勵大家 一起去實現 不要放棄夢想的機會 那所以我都寫了 如果今天你買 那我一會兒會 簽名給劉念 還有呢 就會有這個Postcard的禮物 那最後呢 就是有我的Facebook 那如果今天我們是第一次見面 很感謝你抽時間來這裡 那當然我要謝謝 我四位很特別的嘉賓 謝謝 那在上面呢 就有我的Facebook 和個人的專頁 也有我的Email 那你們如果喜歡 可以拍下它 那回去可以留意我以後的 講座 其他活動 各樣可以通知大家 那今天很多謝大家 還有很多謝 茂法局的邀請 明天我們會有另外一場 就是專門講南美洲的 明天兩點半到四點鐘 那可以開啟燈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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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